你這種角色不容易耶 真的不容易... 對不對 那個導演是知道你以前幹過這些喔 他大概知道 因為我跟那個導演 王玉琳還滿熟的 認識十多年了 那裡面有一些台詞就是 我自己把它加進去的 所以導演說 他還可以加台詞對不對 可以交唱片 剛剛我自己一拿出來 我馬上被他們兩個嘲笑 幹嘛要嘲笑呢 因為 對 據說現在可以拿出 還有卡帶唱片的歌手 就已經不多了 我剛剛竟然還拿了一個這個 黑膠的 你看 這個厲害 當年 你看 領子一定要翻起來的 對不對 是帥不帥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在學校看到的他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時候我還在念大學 台大耶 其實很難想像 因為我覺得在演藝工作當中 長得帥這樣子 你要轉型為演員 或者一直演不同的角色 其實是很難的 吳蓬蓬 像你長得這樣 真的啊 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吧 對 像李立群 沒有演 就好像很會演 對不起啊 不是 有的人長得就是那種 好像有苦難啊 很有苦難 很有故事的臉 有苦難 有很有故事的臉啊 對 妳看到臉 就很多故事在他身後 對 老師要會演那種很苦難的角色 是不是 做演員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很奇妙的事情 像尹昭德 你看他好像是乖乖的嗎 對 對 我就是要你講這句話 外表乖乖的 外表乖乖的 其實內在還是有很多的想法 對 其實做演員都是要這樣子 對 都是有這樣 其實我每次都說 比方說演那個角色 就是會賭博 會喝酒 然後會打老婆 其實我當然不會打老婆啦 是因為裡面有那些壞的音子 只是在演戲的時候 把它放大而已 對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這一段是 尹昭德在愛的界線當中 他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來看看 我跟妳講 我就是喝酒冠酒打麻 我現在不要想聽妳囉嗦啦 一般來說就是 但是我給人家的感覺是 都是乖乖排啦 那因為師兄年輕時候 就是一個 農酒的心情 這個反差就很大 也想要顛覆一下觀眾 我在觀眾心目中的一些形象 所以當然這個戲也很好看就是說 其實他並不是說 所有...當然他心中是希望人向善 但是人嘛 就是人 人都有一些過去 那過去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的故事都是在告訴人 為什麼會轉變 如何轉戀跟轉變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在演這個時候 你還是要問他說 你那個時候是什麼樣子啊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師兄的照片 其實我想說 你年輕時候是這個樣子啊 滿臉很肉 然後拍照的時候 他女兒坐在旁邊 然後他是翹著腳 手上叼著一根煙 然後斜著看著鏡頭 我就想 然後他現在的樣子是一個 慈眉善目 然後滿頭白髮 戴著銀框眼鏡的一個 很慈激人的一個師兄 師兄 想說這兩個人 怎麼會擺在一起 我確信啊 心變了像會變 因為我真實的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那個叫孫悅 是不是 是 他年輕的時候是專門演那種 壞人 最壞最壞的 漢奸啊 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只要是壞人一定是他 而且他長得也就很壞 現在變成一個聖誕老公公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人像新鮮 這太厲害了 但是吳彭鳳 你的角色 通常好得不多 不然就是甘苦人這樣子 像龜徒這部戲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是講一個人受刑了很多年 對 再出來 就進入社會的格格不入對不對 對 關了十多年出來之後呢 他看到了社會什麼東西都是新的 甚至連公共電話都不會用 真的耶 對啊 不知道說現在公共電話是用電話卡 對 後來拿著一塊錢在那邊轉 對不對 對 對 而且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戲 而你演那個角色 難怪要得到最佳人主角 他突然靦腆起來 你這個靦腆得很好笑耶 好 今天我們也拿了一部戲 叫做《回首流蘭香》 這部戲很有意思 在大家的戲裡頭 他是演...夫妻兩個都是愛喝酒的 對 然後都混過 你...你愛喝酒嗎 愛 你看起來就像愛喝酒 而且看起來酒量還不錯對不對 還好啦 因為我告訴你啊 詩人啊都是要喝點酒對不對 是啊 還能把李白講出來 你就是... 那部戲是夫妻兩個都愛喝酒 愛喝酒 愛賭服啊 然後就混 然後每天過著不正常的日子 所以這個角色找到你的時候 你覺得也滿對的喔 因為他們兩個是以前在混萬華一帶 但是萬華我高中的時候 也在那邊待過啦 也在那邊混嗎 待過 沒關係 好 我們來看看那部戲 回首流蘭香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用即興的 就是劇本拿來 然後導演就說 這一場的戲重點就是 點點點 重點就是點點... 那其他的你們就發揮 但是發揮不是說就亂演 就是我們會即興 然後還是把那個東西 即興出來的東西固定下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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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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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來 我過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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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吳黃鳳是不是可以去幹間諜 剛剛講話的跟他又完全不像 在戲裡頭 然後在這裡呢 有詩文的一面啦 這樣講好不好 對啦 所以你沒有結婚喔 沒有 你的女朋友是... 還沒啊 還沒有喔 你女朋友是外國人 以前 你跟你的法國女友 是講法文嗎 沒有啦 我懶得學法文 法文好像滿懶的 會講一些啦 就自然而然會講一些 然後大部分還是用英文溝通 反正法國人英文槍 法國人英文槍也很重 然後我的台灣英文槍也很重 然後兩個文法都有問題 所以還是OK的 所以就可以盡量講 盡量講 不怕 對不對 那這個鍛鍊情持續了多久 這...這一場英文鍛鍊了大概... 大概四年吧 那英文會進步喔 會啦